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首先 我们来看看习近平访问欧洲时暴露的分歧 随着西欧国家对与中国的交往越来越谨慎 而中东欧国家则更紧密地与北京结盟 这导致了欧洲对华态度的明显分裂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与中国形成了新的伙伴关系 这对欧盟的扩展计划构成了战略挑战 这种转变可能对欧盟和该地区的稳定 产生重大影响 接下来我们转向加拿大银行股的最新动态 BMO分析时 Soramuva亦利预测 加拿大银行的收益接近一个转折点 去年的挑战预计将有所缓解 并在2025财年之前逐步改善 尽管现金收益同比下降约4% 但随着贷款增长放缓和费用持续增加 未来几年有望看到改善 对后美国参议员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 投入32亿美元的紧急资金 由多数党领袖Chuck Schumer领导的一组 两党参议员建议 国会应在未来三年内至少投入这笔资金 以开发人工智能技术 并设置相关保障措施 他们强调美国需要利用 这项迅速发展的技术的机会 同时应对其潜在风险 听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习近平主席对法国的国事访问 揭示了欧洲在对华态度上的分裂 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会晤后 冯德莱恩警告中国 除非在贸易上变得更加公平和开放 否则欧盟将动用全方位的贸易防御工具 这表明欧洲内部对中国的态度 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特别是在西欧 曾经对中国领导人访问的乐观情绪 已经消失殆尽 合作和发展的对话 变成了低声而语的摩擦和不信任 然而在中东欧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则与中国走得更近 形成了欧洲内部东西方对立的新动态 塞尔维亚总统伍七七表示 与中国的贸易协议 将保障塞尔维亚的未来 并且塞尔维亚的未来 取决于与中国的关系 而不是西方 这种分裂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但也意味着其策略必须有所调整 比如通过绿色出口 在欧洲内部进行布局 《环球邮报》报道 BMO分析师Soramu Vahili 预览了银行的财报 并给出了顶级推荐 他预计加拿大主要银行的现金收益 将同比下降约4% 爱预税前收益增长 将被较高的信贷准备金所抵消 他认为加拿大银行的收益趋势 接近一个拐点 去年因更高的最低监管资本 要求信贷储备建设和 非利息费用增长而导致的 副操作杠杆将开始缓解 并在2025财年有所改善 Buffer 证券分析师Walmsee Mohan则出席了苹果公司新推出的 语音互动挨住手的演示 认为这将使苹果成为I领域的净收益者 Morgan Stanley分析师Lora Sanchez指出 美国对中国清洁能源输入的新关税 可能对短期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但因能加速对美国本土制造产品的需求 他认为美国电池储存市场将面临最严重的风险 因为目前大约70%的电池储存供应链 与中国有关 《安球邮报》还报道 美国四名参议员敦促国会在未来三年内 紧急拨款至少320亿美元 用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保障 由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领导的两党小组 在经过一年的审查后 发布了一份33页的报告 建议国会起草紧急支出立法 以增加对人工智能的投资 包括新的研发和测试标准 以了解技术的潜在危害 共和党参议员麦克·朗兹表示 这笔资金不仅有助于与其他国家竞争 还能提高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例如支持可能帮助治愈某些癌症或慢性病的技术 舒默强调 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以监管正在开发人工智能的公司 尽管通过立法将是一个挑战 但这份报告为国会在这一复杂问题上 提供了首份全面的路线图 欧洲已在今年3月通过了一项全面的新法律 监管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 这使得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显得落后 参议员们表示平衡投资和创新 以及行动的紧迫性是关键 A Globe and Mail 报道 Happy Mineral Inc 内气强劲的运营前景 Copper World的近期增长催化剂 以及在最近同价环境改善的情况下的折扣固执 A National Bank Financial分析师 A Globe将评级从行业表现上调至优于大盘 A Globe指出 同价的上涨已经使HBM的财务状况受益 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进一步改善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和运营结果超出预期 推动了股价上涨14.1% A Globe还提到HBM的同产量低于预期 但通过更高的处理量得以补偿 则超出预期22% 分析师们普遍对HBM持乐观态度 多个分析师上调了目标价 认为HBM在同价上涨的背景下 具有较高的财务杠杆和吸引力 A Globe没有报道 Bird Construction Inc. BDT提供部的第一季度业绩超出预期 推动了分析师对其未来表现的积极预期 而TB Capital Markets分析师Chris Murray指出 Bird管理层重申了其对2024年的乐观展望 预计公司将实现高个位数到低双位数的 双位数的收入增长和利润率扩展 Bird的项目积压量和自执行能力的扩展 将支撑这一增长 Merry还提到 尽管存在利率上升和供应链挑战 Bird在健康的需求环境中表现强劲 管理层对未来的需求和公司将积压转化为 可持续盈利增长的能力持乐观态度 分析师们普遍上调了Bird的目标价 认为公司有望在未来几年继续实现 强劲的财务表现 Bloomberg告导Tensor Income 正努力争取其大量零售投资者的支持 以通过CEOA Law Musk下值56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 公司董事会为此雇佣了一名战略顾问 并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 For Tesla 鼓励股东 在6月13日的年度会议上投票支持这一薪酬方案 董事会主席Robin Denholm 视频中表示 支持Mask薪酬对Tesla的增长至关重要 尽管这一投票仅具有建议性 但其结果可能对Mask领导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 Edmunds的汽车专家为首次购买二手Tesla的消费者 提供了五条建议 包括选择合适的车型 了解不同的配置 检查保修 考虑电池健康状况 以及选择购买渠道 Edmunds指出 Tesla的二手车价格因新车价格大幅下调而下降 购买时需要特别注意 车辆的具体配置和电池状况 美联社报道 华盛顿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领导的 两档参议员小组建议国会在未来三年内 至少花费320亿美元来开发人工智能 并在其周围设置安全防护措施 参议员们在周三发布的一份新报告中写道 美国需要利用机会并应对风险 这四名参议员表示 尽管他们有时对最佳路径存在分歧 但在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找到共识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在中国等国家大量投资于人工智能开发的情况下 奥告建议国会起草紧急支出立法 以增加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 勾扩新的研发和测试标准 以了解技术的潜在危害 共和党参议员麦克·冷兹表示 特笔资金不仅有助于与其他国家竞争 还能改善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例如支持能够治疗某些癌症或慢性病的技术 或改进武器系统以帮助国家避免战争 舒默称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监管开发人工智能的公司 并强调这是一个革命时刻 《环球邮报》报道 尽管越来越多的司机转向电动汽车 但内燃机汽车仍将在道路上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这一点没有逃过化石燃料巨头壳牌公司的注意 壳牌首席技术官塞尔达·刚塞尔表示 今天90%的运输行业仍依赖石油产品 尽管这一比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但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 壳牌推出了一种新的高等级优质汽油 壳牌V PowerNit 壳牌V PowerNit Brunit 旨在去除发动机中的更多积碳 并保持燃油喷射器的清洁 壳牌科学家们表示 这种新汽油可以提高发动机性能 提供更多动力 更好的燃油效率和更快的加速 并在关键发动机部件上形成保护屏障 机械师如特罗蒂尔建议 这种新配方可能对解决燃油喷射趋势中的积碳问题有帮助 特别是在高端欧洲车辆中 科牌还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电动汽车充电网络 计划到2025年扩展到超过50万个充电点 并在2030年全球范围内达到250万个充电点 Ninamido由XGPT引领的人工智能热潮 预计将推动液冷技术需求的爆炸性增长 因为数据中心需要保持服务器的温度和碳排放 麦格里资本预计到2027年 全球整体冷却系统市场 可能会从今年的约2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90亿美元 烈冷解决方案预计将推动这一增长 其市场价值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增长近25倍 头目前的3.17亿美元增长到78亿美元 液冷系统使用液体如水或制冷剂代替空气来冷却数据中心 能够减少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约10% 尽管目前液冷系统的成本通常是空气冷却系统的11倍 按从朝远来看 它们可以通过降低能源账单节省成本 全球数据中心提供商 AQON的计划扩展对液冷技术的支持 政府也在推动数据中心的环保监管 以实现净明排放目标 标准化的环境指标对于衡量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至关重要 数据中心运营商应关注能源、温室气体排放、水、废物和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马尔利恩报道 全球股市在美国通胀报告发布前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 投资者们正密切关注最新的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据 希望看到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然而市场也存在担忧 即价格压力可能依然顽固 使得美联储难以在短期内降低利率 经济学家预测 4月份美国年通胀率将降至3.4% 而3月份为3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会议上指出 尽管美国利率已升至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通胀下降的速度比预期要慢 鲍威尔表示 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会是一条平坦的道路 但这些通胀数据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高 投资者急切地等待通胀数据 以便更清楚地了解美联储核实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调整利率 分析师法瓦德·拉扎克·扎达指出 第一季度的持续通胀 以及美联储官员的鹰派言论使得美元走强 但最近的非农就业数据 弱于预期以及失业救济申请增加 令市场猜测 美联储可能在今年9月开始降息 Dinami 都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 在4月份销售了超过7 银辆其首款车型 BES与7轿车 成为中国第八大电动汽车 EV新势力 小米的强势进入 进一步撼动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这个市场正经历着 价格战和需求疲软 小米的目标是 今年交付超过10万辆 S与7 那意味着剩余月份的月均销量 需达到11 618辆 小米的这一成就 使其超越了国有企业 重庆长安汽车的Avature品牌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 正被越来越多的新势力所挤占 包括蔚来和小鹏等纯电动汽车制造商 以及广汽的爱安和吉利的极客等传统车企的电动汽车子品牌 华为支持的智能移动联盟也是新兴势力之一 七旗下品牌包括Eto和Luxy次月份的总销量为2819辆 小米预计未来几个月的月销量将超过11 0辆 这使其与大众汽车形成了竞争 大众在4月份通过两家中国合资企业 交付了13 108辆电动汽车 日本市井赛做准备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正在缩减其在中国的全职生产员工 截至目前已有约1 700名员工同意离职 广汽本田汽车公司是本田与中国国有企业广州汽车集团的合资企业 本月早些时候通知员工将进行自愿裁员 此举标志着日本传统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最新挫折 随着本地企业如比亚迪的崛起以及残酷的价格战 日本品牌的市场份额正在不断缩小 本田的这一决定反映了其在中国市场销售下滑的现实 面对本地品牌的强劲竞争 本田不得不采取措施调整其在华业务 以应对市场变化和挑战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订阅各种简报 索并且订阅各种简报 大幅